杨茜茜一英文 杨茜茜 李宗盛 現在講一下 陸叔對於健康和養生的看法 都知道陸叔平日工作都忙 對於健康和養生來說 有些心得可以讓大家 例如做運動上 或者飲食上 會留意什麼部分 你們看到我 精不精神 精神 精神?真的? 你知道我昨晚睡了多少個小時? 四個小時 但我上飛機 由頭睡到落尾 睡了兩個小時 由我酒店去機場 一個小時 我就睡了四十五分鐘 全部補救 其實我把所有時間 我睡得很快 有些人說我行李放了上櫃 我已經在下面睡著了 我可以睡的 這是我的養生之道 最重要是睡得 但有一個 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 和大家分享 有些人告訴我 你睡那麼多做什麼? 遲早你睡不起來 現在你更浪費時間去睡覺 對不對? 我有個朋友 我剛上去捧他場 他唱樂曲 他每天睡四個小時 他五十年都是 很精神 很精神 睡覺不在於多少個小時 你是慣性睡多少 充足你就充足 我不知道這件事 他說挺好的 每天有二十個小時做事 享受 做事 很開心 我每天只有十二個小時 每天都要 下午又要休息一下 有時間我就會休息 所以好像很精神 但是 有些人說我浪費了很多時間 你覺得對不對? 不對嗎? 睡得是好事 睡得好時間 睡睡了 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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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時間做事 想買多隻股票給大家買 都不行 沒時間 study 怎麼辦? 這個就是這樣說 我每天 比如現在我回去 回家 我今天回家 我就運動 運一個小時 怎樣運動呢? 我以前靠幫骨 我以前很怕 跑步機 越跑越快 又跑斜路 哇 膝頭損傷得很厲害 幸好幫骨幫到我 那我不敢了 現在漫步跑 漫步行 很多人都說 出街 香港其實出街 我不知道 如果你在地方很清淨 走得好 我就在家裡 用過 又賣廣告 小米那些 行步機 但是那些 記住一件事 因為他那一隻 那一隻 是沒有handle的 沒有東西的 沒有東西 他又訓練你 平衡 老人家 就是我 最重要是平衡 不要跌倒 但是呢 他的機器 最多 就是一個小時 六公里 六公里 就是急步的了 就是再多些 你就會跌的了 所以呢 他那裏保持六公里 我現在 走到差不多五點五公里 一個小時 我不會超過一個小時 因為我看一部劇 適合一個小時 我喜歡看劇 我喜歡看劇 你告訴我什麼劇 我都看過 你猜不到我這麼多時間看劇 煩花 我已經多久以前看過了 現在很多很多劇 我都看過了 我又很有趣 我又不會追劇 你知道嗎 但是 我呢 今天回去 我現在 我正在報金融武俠世界 那一部劇 一個多小時 過一半 我今天看到 哇 很精彩 那些人很追劇 夜晚不用 我停 按飾 第二天 我說 今天我回去又可以看 為什麼要看呢 你要跑一個小時 你才可以看 你明白我 這個incentive 就是 我馬上很想回去 運動 又可以看劇 是不是 這個 這麼笨 我才想得出 追劇 我就是這樣 每天運動 出汗 每天 走大約一萬步 你用一個speed 就是5.5km per hour 那個speed 就差不多 你一步 到大約四五個字 你出汗 不是大汗 如果我們這個年紀 出太多汗 是不健康的 不要出太多汗 你整天抹掉它 這個是我養生之道 我星期六星期日 就是游泳 平時就跑步 就是這麼多 但是就 盡量用一些 比較健康的 健康產品 去幫助自己 現在很多事情 譬如肌肉會流失 骨頭會鬆 這些真的要靠一些外來的東西補充 你不可能自己的metabolism 就是 新陳代謝可以生產這麼多東西 現在不是說 不是說十八二十二 現在 可以說 就是 農年 我農年出生 已經 一個 不簡單 不… 不… 不說了 算了 我還很年輕 原來 不只股票可以跟陸叔交流 看劇 可能大家都可以跟陸叔交流 沒錯 我就是寫劇 我不做股評 我做劇評 陸叔的工作 也經常要對著電腦 身體上 有沒有一些曾經不太好的狀態 都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之後是怎樣克服 或者有什麼轉變 試過就是 腰骨 還有什麼 這些一定要靠上吃東西 或者有些 所謂叫做物理治療 我眼睛 就是看得多 就是電腦 眼睛 就是要 退化得快 所以我要靠做一些 例如白樓漿 我做了白樓漿 就是 比平時的人 會早一點去做白樓漿 就是 還有保護眼睛 真的眼睛很重要的 也都經常要害怕老人之外 不過我就是 希望天天都看著 那些數目字就不應該這麼快 我又看劇 分開了娛樂性又多 所以我經常都想很多東西 就是劇情 我想很多現實 究竟是不是這樣 繁花裡面很多股票市場 都挺真實的 他上屋操作那些都挺真實的 做得很多這樣的養生 其實大部分時間 我覺得 如果大家覺得累 就不要 一件事 休息一下 就像我 立刻 立刻 很快睡著 但不要睡得太久 睡15分鐘就足夠了 不要浪費時間 這樣就 起床 又再做的事 這個是我的養生之道 是否都說 之前你剛才說 也有試過幫骨 這個藥品 是 其實當時的情況是怎樣的呢 幫骨 那次我不是說 弄傷了 那裡 腸口痛 我就遇見他們的老闆 我剛才說 我們剛才出了一隻 你試一下 我真的試一下 我沒有跟他們做任何事 試一下 他跟朋友 你試一下這隻 我發覺 不要說 今天吃了 明天有效 你猜是藥嗎 我一個月左右 我發覺 OK 我當然不會繼續跑去 再弄傷他 發覺 痛楚 和那樣東西回來了 我開始看到 走路不會 有少少痛 咳咳咳 沒事 後來 continue 每日 最重要是 這隻 很多人都說 要吃完飯才吃 不是 之後做 最有效 因為是水用蛋白來的 在早上 在早上 吃牙前 吃一粒 或者吃兩粒 晚上 睡覺前 吃一粒 或者兩粒 我現在保健 就是吃 早上吃一粒 保健 我現在沒事 就是保健 但是對腰骨 對骨落 都OK 我每日走 我都覺得自己 還是很大的骨力 记住大家真的要小心走路湿什么地方真的要看 不要看着地上走一跌倒就很麻烦 所以大家骨就知道也是很难去 我现在有吃一些骨素但是都会脆的 所以千万不要说我吃了很多骨素 我都不会有事的 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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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下了 千万不要这么想 你每个角度跌下去的撞力都不同 我后来看很多书 每个角度 为什么腌骨那么容易呢 因为那个角度跌下去的时候 那个撞击层面是阔的 不学得你这些 我记得我有一次真的跌身 跌身我用这个 用这一块去顶住 这一块是最硬的 一顶顶住就会射了很多力 但不要用这样 你就会大事了 因为我试过一次断骨 用这个来顶住就好一点 就是用一个点 但是那个点就射力射得好 但是如果你的腌骨跌下去 你都不知道跌哪一块 你难道跌跌的 你当然那个位置很大 那就很容易 某一道就会裂了 所以这个也是我经常都 有看很多这些东西得到的心得 所以不要让自己跌倒 如果跌倒也好 是尽量有一些地方可以支持得到 就是两个的腌骨 这个是不是腌骨 应该是 那饮食上呢 饮食上有没有什么特别注意的 饮食上有没有 饮食上有没有 我其实很围食的 我什么东西都吃 什么东西都吃 我没有什么介口 但是最紧要吃少 不要狂吃不要吃多 还有就是 选择不是选择吃 什么东西都吃都可以的 但是有些可以吃少一点 有些吃多一点 比如菜啊 那些吃多一点 我都很好选择 但是我不会说有些人 为了肌肉 什么都不吃 不喝可乐 我什么都做 但是每一样都控制自己的份量 喝可乐 喝半罐 或者真的需要喝 又喝不喝 不要喝 不要因为要喝来喝 喝多一点少一点冬的东西 我听中医讲的冬的东西 就是会很相脾胃的 这个是真的 各种东西都是 是的 我觉得饮食也很重要 所有病都是由口入的 你饮食那里控制你适宜 但是不要偏食 我常常觉得偏食不好 不吃肉 我又吃不吃肉 肌肉很难建立得比较好的 靠肌肉粉 我也有少吃肉 但是很难吃 我不太喜欢吃 唯有就是靠食物 真的有很多事情要靠 所以饮食是选择好的食物 来帮忙 不要吃太多 太多就没什么用 但是食物是可以 concentrate 令自己是可以帮得到手 那有没有说 在选择食物的时候 你通常会选择哪一类型 或者你自己多着重哪一方面 我不知怎样回答你 回答你是不是真的要说这个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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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为什么我会相信帮骨 第一 李老板和我的朋友 和你们 你们经济日报做得的东西 没理由 你用这些东西 经济日报的名字都弄坏 是不是 经济日报那么难去develop自己 所以我觉得就是 一样有可信 不是说要大家不要信广告 广告都要信 信天公 要先信天公 大家知不知道 何濟公有没有吃过 有 你知道何濟公是西药来的 知不知道 西药来的 千万不要以为中药 何濟公是西药来的 paracetamol 泡物色痛 这个是英文名 就是这个 你所有的 那些叫什么 那些叫什么 那些 那些都是用paracetamol 50mg 100mg 那些 paracetamol 还是粉状 就是说 它放进口 可以立刻入血的 所以它很快的 所以 所以何濟公 其实在香港之中 很早是西药来的 大家不记得了 以为何濟公是叫信天公 就是因为它真的是西药 但是保制院就是中药 中药成份 所以 所以大家都不知道 因为 那家上市公司我都挺喜欢的 建倍苗苗 有没有听过 没有听过 哈哈 2161 但是他们现在 婆濟公 保制院 他们也是 但是 他们是没有做他们的 这些 他们纯粹是做 比如说 药那些 他比较多些 嗯 那总结来说 就是 一定信得过 信得过的保健品 少吃多餐 最重要是睡得 还要忘记些不开心的东西 是的 真的 是最好的 是的 绿苏金融光换法 就是靠着这些秘技 开心 最重要是开心 不要说输少股票 就不开心 不好意思 输少当赢 记住 输少当赢 还有明天会更好 明天会更好 明天会上升 可以浪费 这样才好 怎么知道 越跌越深 帝家越跌越深 但是记住 这样一刻 只蝕是一个很难的 我自己都很难 很多时候都不止蝕 因为我买的股票 是不需要止蝕 你也要训练到自己 不是说股票 不止蝕 输死你 是的 有些人觉得 以一年为主 输死你 也是 但两三年回来 你究竟输死 不输死 他又派息给你 所以我觉得 止蝕是困难的 恐惧 你怕输多些 你又不知何时 但你又怕 最怕输了 最怕输了是什么 升回 翌日又弹回 这个很激烈 所以尽量控制自己 我最宁愿买股票 不止蝕 你止蝕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 止蝕了 它再跌下去 你又黑心 对不对 你想再跌下去 活该死 我昨天止蝕 你不要止蝕 你会跌下去 那有人黑心 就不好了 所以尽量买股票 不需要止蝕 不需要那么担心它升跌 它只好升跌 但最重要的是 不要买股票 是永不翻身 因为它停牌 或者执了套 或者厄 内房那些很难说 那时候个个都买 这个我都很难理喻 因为整个政策 国内的政策改变 一控制了 那间公司就没有 所以我们经常说 为什么政治那么重要呢 政治就是可以控制所有的东西 比如说 他一说三条红线 全部玩完 但是有很多人说 为什么你要那么杠杆 你借那么多钱干什么 不借钱就可以了 但是你不借钱 你怎么可能 建这么多屋呢 有些人太贪心 100%借款 如果你借20-30% 应该是没太大事 所以又是一句说 选股票的时候 要选择 他们自己的公司的前景 和intention是怎么样 很多学问 我听过一个说法 有人形容健康就是个数字一 家庭朋友感情就是零 要有一在前面 后面的零才有意义 如果一掉了 后面的零 其实都没有要 对啊 真的有 所以财富固然重要 健康又更加重要 大家都要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没有一 全部零 几多零都没有用 对吧 但如果有一 后面的零 几多千万 几多万万 几多亿万 那些很有用 有健康就有财富 不愿意 喂 不愿意 好 谢谢 咱 我 我